408野生动物影片欣赏 点选408题按确定 确定 打开PP04资料夹 打开PPD04这个档案 我们看第一题 编辑及剪辑左上视讯 点选这个视讯 按视讯工具的播放的视讯剪辑 剪辑是由 第一个这个不变 第二个结束时间改成3.30 这边没有办法按确定 要点在这个开始时间之后再按确定 第二题 编辑及剪辑右上视讯 点选它 一样点选剪辑视讯 第一个起始时间 这边要改成3.36 结束时间不变 按确定 然后呢在0.5 加上书签 来这边要点选这一个 点一次就会增加0.5秒 所以这时候把它点选之后 到0.50秒的时候 加上一个书签 这边就新增一个书签 第三将三个视讯影像图形 变更成圆角举行 点选它格式 影像图形圆角 点选它影像图形圆角 好 第四 当设定按下这个图形的时候 即可启动左上的影片播放 这一个好那我们下了解这张图片 他是哪一个物件好所以点选选取的选取窗格 这个是picture13号所以点选它到动画里面来 这边触发程序按一下选择picture13号 第五按下这张图片的时候即可启动右上这个影片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物件是picture14号 所以点选它之后触发程序按一下选择picture14号 第五题啊第六题设定这个影片的播放是由右上影片书签一所处 触发啊这个刚才这个书签一所触发 所以点选它触发程序由书签触发选择书签一 好设定完成之后按档案的另存新档 改成PPA04 好储存 关闭档案 点选数科评分案确定 以上步骤操作正确